我叫錢大新 你們肯定很多人認識我 但是我跟你們說 你們一定知道我的出生地 叫外國外海邊 外澳海邊 我剛才有發覺到 這有做宜蘭論壇 但是我請教一下 不知道可不可以請教各位 不是宜蘭人的請擊手 超過一半 歡迎各位來到我們宜蘭 我先跟各位說抱歉 今天你來到這邊 聽我的這18分鐘的演說 大概不會有什麼收穫 因為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題是 我小時候外澳海邊 啊吃飯吃 小時候時代 我在國小的時候 這塊北殼對我大 這塊北殼裡面寫什麼 請說國瑜 那因為我很不想說國瑜 啊所以都對我大腦 啊對我大腦結果就失去了 國瑜的這個機會 所以啊 很抱歉 今天哦 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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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剛才看到那麼多 台北來的朋友 國瑜變成什麼 變成自然儀 啊 在小孩時代的時候 啊 我是因為住在海邊 剛才我們說現在的食品 這麼危險 到底要吃什麼 啊我給各位報告 海底天然的最好 100%公里海溫 裡面天然的最好 最健康 又最安全 哦 呃 這個古瑜 大家都清楚哦 因為我就是出事 在這個外澳海邊哦 所以啊 我自小時候 看到海 就有那種 很特別的感覺 所以啊 我要照到這十八分鐘 跟大家分享 小時候 我是怎麼選 怎麼選 怎麼選 你選的過程 學生到當初 英國要怎麼來變化 啊不知道到底對不對 但是在這裡 大家做個分享 我選人的時候 哦 剛才在外澳海邊哦 啊外澳的這個 啊 冰海公路 旁邊 下去 就是外澳的海邊 那上面就是農作物 又起到山頂了 哦 又起到山頂 新車博蘭咖啡 有沒有 新城堡的 現在很老的 很老的 啊也是因為那邊老的 所以我們都讓我冠出去了 這等下 慢慢跟大家分享 那個外澳海邊哦 因為那邊 河邊哦 上面的上一層哦 種很多水果 啊我小時候 就都會去幫他 酒蚊水果 酒的 不是酒的 酒蚊起來之後 要寫在哪裡 之前啊 現在噴農藥 一定會說 剛下農藥請不要摘死 啊以前是哪個農藥 我怎麼吊到 吊到那個水果店館 那我就會去看哦 要去判斷 怎麼樣判斷 這個水 這個農藥罐啊 到底是 昨天 這這幾天 還很新鮮的 感覺那個色彩很鮮利的 那就不能採了 那如果他已經稍微退色了 哎就可以採 但是採下來 為了確保安心了 怎麼辦呢 就把它丟到河裡面 丟到河裡面 丟到河裡面去 丟到河裡面去之後啊 他就會跟著潮流 被那個吸水把他帶到海裡面去了 那要做什麼呢 消毒 就是 消毒以外還要學到什麼 學到要看流水 流水今天是流汁 你才撿得到那個水果嘛 對不對 所以我協會了看潮水 協會了看潮水之後啊 哎 就這樣潮潮潮 算大了 有一次 去這個外號海邊 這我小時候很誠實 小時候在海邊啊 我就 去那個 去這個漲草的地方 退草的地方 在那裡摸文革 然後剩下過頭 有癱瘋 不想回來 結果真的回不來 差一點點就跑到那個海裡面去見我那個53年出海捕魚 到現在還沒回家的阿公 很緊張的情況之下被救回來了 被救回來的時候 就很緊張了就在那裡靠 靠靠靠靠靠 靠靠靠結果有一個步驟很友善 不要靠不用煩惱 大家都不要回家 他們爸爸媽媽說 結果啊 我還沒回到家之前 那個阿婆已經在家裡跟我媽媽講的了 我爸爸也準備好了啦 準備了三道菜啦 三道菜 第一道是什麼 早期的濱海公路 那個伯友鋪好之後會有那個碎石子 吹酒了 吹酒了 跟我們白前的一定都不要長四分 水酒了 我們爸爸也會放你肩膀 跪下去 五分鐘到十分鐘 水酒了就丟在你的膝蓋了 有沒有 吹酒了 這是一個一大體驗吹 這沒關係 這好話就是說 還來夏天一定要穿短褲嘛 對不對 外號的 外號的馬路旁邊 放他就是山頂 竹筍炒肉絲 很小 有沒有 太小了 啊 燒下去 什麼東西跑出來 換他拿下來 齁 這是第二道 第二道對不對 第三道 我阿嬤出來了 噴的噴的出來 阿嬤說 強忍著淚水 甘得出 甘誰都出來啦 他強忍著淚水 一種三道說 夭壽私人啊 教材你給我擦你的粉 沒給我擦你的膜 沒有讓他擦到眼淚啦 代表我還可以回家這樣 很惡渣的對不對 阿嬤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倒倒生生生 阿嬤出來了就對了 抽看你一下 在看路 我太太一直跟我講 不要脫離主題 一定會脫掉啦 因為 因為我演講的 是 выгляд 7 随性啦 来 现在挖广州回来之后 现在用拆除了 拆除的时候 不爱拆除 不爱拆除要做什么 就是对人去削除 那削除 削除大很多的时候 一直到国中的时候 我才发现到 这不拆除很艰苦 因为我爸爸 我就是从事水产加工 我都跟大家推荐 来到宜蘭 要对我们这个海湾的一特产 要有了解 你有了解之后 我才有保安 你会顶修 所以我都建议你来宜蘭 要记得不是说 来宜蘭出头的话 要了解这个产业 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已经脱稿了 分享一个就是说 你如果来宜蘭出头 会去大个鱼区 南方鱼区的鱼区 买新鲜鱼货 反而鱼区货很多 然后很新鲜 就经不起 就买了一条新鲜的鱼货回去 那我有去调查过 买了一条最新鲜的鱼货 这条新鲜鱼的鱼货 结果怎样呢 不是宜蘭当地产 是什么鱼 鱼鱼 鱼不是不好 不好的地方是什么 你来到宜蘭里有 你一定要买当地最好的鱼货 最新鲜的鱼货 这你们要叫 地产地销 啊来出来的鱼货 才有意义嘛 对不对 所以啊 我都建议鱼货 说来去鱼货 这条就是爱买当地的疑惑 吼 有很多朋友刚才前几天就跟我讲说 他要来看我的演讲 我说吼 很多朋友不认识我 但是一定会知道我出生地就是因为我们的出生地真的很好 啊我小时候的时代 我小时候的时代 在那个国小的时段啊 有一次啊 我家的小朋友 我到护心国中 然后我家的女儿今天你刚好毕业然后去护心国中 啊 突然间有一位主任啊 跑出来跟我讲说 护心护心 他说奇怪 为什么会叫的这么亲切啊 啊我都不认识你 你怎么会叫的这么亲切 啊我心里想 你到底是三人哪 跟他聊了一下之后啊 才发现到啊 他是我初一 国中一连级的导师啊 啊我说 诶 导师 奇怪 你怎么会记得我咧 啊我就跟他聊了一下 说哇 我们班上啊 住隔壁班那个长得很高的啊 很会读书的那个男生啊 还有那个长得很漂亮 头发红红的那个女生啊 你还记得吗 他说我都不认识 不记得 啊我说怎么会不记得 啊你怎么记得我 是什么 你怎么会记得我 他说啊 就因为我刚毕业的时候 啊我们的作文题目叫 我的老师 啊我哦 不爱读书书书书书书书 那个老师刚毕业才二十几岁 我把他写到四十岁 所以他一生都记得我 高中的时候啊 因为不喜欢读书啊 所以我就知道啊 我自己有那个 那个尺寸哦 我大概在哪一间学校 我都有八学校了 我就去第一次业 给他投下去 书澳海誓 啊结果读书海誓的时候啊 那个从国小就有一点爱慕的小女生 都讨论讨论 所以讨论的时候 讨论有重播了 来 接下来我毕业之后 我就开始投入这个产业 这边还有 这边也有 那这复杂 来 这个啊 这个就是外号的海边啊 那早期在晒这个鱼杆的时候啊 这蜜蜂就是天公那县 为什么是天公那县 像这个夏天哦 如果那个塞巴猴来的时候 那个赏店 会先把这些鱼货叫醒 再来就西北鱼下下来 他就活起来 就油他就照他 所以他非常辛苦的一个产业 非常辛苦的一个产业 那 那个早期这个鱼货这么辛苦 然后又是做冠年 逛冠年 做冠年逛冠年 这个冠年在加工 冠年在逛冠 那 当天的时候要怎么样 当天的时候 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 很厉害 我们爸爸 他就带我去 那 逛冠年 没有干嘛 没有干嘛 如果去搬干嘛 啊 天那不更就去跟南方澳 然后去跟南澳那边 才那个年干 啊 中午时间吃便当的时候 在什么地方吃 站在那个干嘛咖 然后吃便当 啊 宜蘭冬天特别喜欢下雨 那个吃便当 不用有汤汁啊 雨雪下下来就是你的汤汁啊 啊 夏天怎么办 夏天哦 夏天的时候 拖成那个海湾里面的 监水管把非常有名 有没有 啊 监水管把就去采购 采购完之后就自己会开车的时候 就把他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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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个 台北的什么龟导街 啊 去哪里白夜市 生意懂得好的时候警察来 然后找一找 找书役开始在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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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过过这样的生活 那后来我发觉到 这个产业如果不转型 很辛苦 很辛苦 再加上那个时候刚好是这个产业外移 很多业者都到国外去投资了 那事业跟家庭你一定要择一 那我就选择了家庭 所以我就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 继续生产我们的雨货 那后来外耀这个这么漂亮的沙滩 又被发现到了 那我们发现了要怎么 游客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家工厂那个 汇水排放出来之后 就再变成一个大水池 飞行伞那个技术很棒 飞下来 它北的地方不落 就是把它落在汇水池里面 后来家庭会议就决定了 把那个工厂转型 第一次的转型 把它转移到现在的利泽工业器 转型到现在的利泽工业器 那转型到利泽工业器之后 我们就开始来规划成 因为那个时候 我早上在外澳加工水产品 然后下午就跑到那个工厂那边 工地那边去替代我爸爸 我爸爸就先回来 回来休息 我就在那边看 这样整整一阵年 在规划的时候我就去 我知道那个如果做食品 你一定要有那个品牌为基础 所以我就开始规划 HACCP的认证 那个时候规划的时候 整个厂期规划了五大七 五大区 我记得我弟弟跟我讲说 我们组共五个人而已 一个人站一屁刚刚都我 这个产业转型之后 我发觉到现在的游客出来理由 一定要让他知信之理 所以我们就规划了一个三代目展馆 我今天不藏我的产品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来谈我小时候 真的要了解我的 我们公司的产品的朋友 再到我们公司去了解 唯有把握 你会对宜蘭 一百公里的海湾里面的 所有的产品 有进一步的了解 台湾这个海湾 我们宜蘭这个海湾里面的产品 它是环境指标的产品 是我们宜蘭人很严慌的一个产品 如果这个海湾太污染了 就不要太买有产品了 刚才一种产品就表示 你这里有污染了 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丁销 非常非常的珍惜 转型之后 我就那个时候 这个产业因为做卦里 休卦里 每次当天加工完成的以后 就把它运到台北 台北跟基隆的卡门店 然后去把它先马上把它卖掉 卖掉 然后在基隆那边就会很累 然后就在那个天桥底下休息 然后休息在那个车子上面睡觉 就拿黑帮打 好 这我自己发明的 各位如果出去野外交友可以使用 黑帮打 就拿杠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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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 如果再不转型真的很危险 所以我每一天在那儿台北回来后 我会发达到看到 看到我们宜蘭的龜山岛 就要很高兴的 要回到家 但是那个时候 看到龜山岛 里面还有很多资料的时候 就很烦 就知道今天一定要做得很晚 就很痛 所以 那每一次做三个月 休三个月 再休三个月 休息的时候 我就要出于黑工夫 不是做我爸爸的那个休工 土水 木青 然后就是出于黑电机 装两次 然后 学那个火锅料 但是 没有那么多行 没有一行有行 因为怎么呢 因为我给各位一个概念 黑工夫 三年才会出塞 不是三天会出塞 所以我都只有半年半年的经验 半年半年的经验 所以绝对没有办法出塞 所以我现在要是撒虾 一次就好了 再看一下 这边 这边就是后来我们推 那个推观光的时候 推展观光的时候 这个 这就是我们现在 这个五国际认真的家工厂 所以很规模不怎么大 但是很可以很骄傲的跟各位报告 这些衣产品都是宜兰进行 这个海湾里面的一特产 这个三代目展馆 各位啊有时间可以到我们工厂去体验一下 拍卖遗物 感受一下怎么样拍卖以后 竞标的感觉 这是我们工厂会做导演解说 怎么样补捞这些以后的过程 我对我们产品的那个专注力 那个感觉他们都感受得到 那我们吸合食品从第一阶段的转型 到第二阶段的转型 那目前坦白讲我发现到 我们吸合食品继续要进行第三阶段的转型变化 因为我对这个市场 我对我这个市场要转型的方向 有相当的办法 但是需要各位听众 各位听众朋友 你自告还是对我们亦然的海湾的亦然 如果有支持有了解 想要真正不了解的朋友 反正你们来我们的吸合三代副展馆 我说有这么多不是这么多这很多年 想象现在大概有30个 有这么多的解说人员会带你介绍 那是第一手的消息 绝对是最健康的 你会帮人大户说 那到底这些鱼是怎样的 然后我们市民跟我们加工业者 绝对是向地道繁补 一概念绝对有的 因为海底的业务 第一个受到影响 不是社会代表 其他人是加工业者 所以啊 我们提供社片所有的工作伙伴啊 啊 我们在加吉奇第二次转型 第三次现在才开始规划的转型 我们都有全力以赴 我们知道要打拼才能赢 有拼才能赢 感谢各位 谢谢